你见过用钢筋水泥盖房子的 但是你见过用飞机盖房子的吗 这个女人花了五万美元 买了一辆波音747飞机 用来盖一栋山顶别墅 这是一个退役飞机的坟场 停放着成千上百架飞机 建筑公司在这里把飞机的机翼切割下来 从沙漠运到海拔三百米的山顶 他们走公路运输 巡警一路互送 还封闭了五段高速 可是到了山脚 通向山顶的路太窄 卡车上不去 女人调用了一辆 世界上载重最大的双方支撑机 将机翼通运输 运输费就花了上百万美元 预算一路超标 女人又花了上千万美元 终于把别墅盖成了 这栋别墅占地二十二公顷 两个机翼组成一栋鼓屋 两个尾翼组成一栋客房 外里面是全景玻璃木桥 全天都有彩光 主屋内部连接书房和厨房的部分 是用飞机机身构成的 还能看到机窗旁边的毛银 走上二楼的主屋 推开窗子 能看到外面的群衫 当然也能看到 安静漂浮在群衫上的体验 飞机是现代工程学 最极致的体现 设计师的灵感 就来自飞机飞翔的万里高空 机翼用鱼板和毛银拼接而长 还能看到手工的痕迹 整个机翼遮盖住房子的 混凝口和钢筋 房顶和墙面接触的部分 采用玻璃窗户作为区别 这样能更好地 看清楚机翼的形状 这样做的好处 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只要打开窗户 房间里就能感受到 阵阵穿堂风 飞机机翼的流线型设计 会让风顺利穿风 你爬上屋顶 就是爬上飞机的机翼 飞机的机翼还有弹性 两个来参观的主持人 还在机翼上共享 用飞机盖房子除了废弃 还有个坏人 这样的房子坐落在山谷中 机翼的轮廓非常明显 在天上的飞行员 很容易就会把它误认为 是坠毁的飞机 所以这栋房子 需要在17个政府机构注册 项目也几乎夭准 房子的主人和设计师 历经艰难 还是用超能力把房子盖成了 当你在山顶的机翼上漫步 看着夕阳缓缓落下 落日余晖尽收眼底 就会觉得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